女人 我覺得女人一定要多多疼愛自己 就是多注意一下自己 多照顧一下自己 雖然說懶惰 像我一樣 可是有一些基本的保養法 一些基本的清潔法 還是要好好的去掌握一下 一定要勤勞的 雖然懶惰 可是減少步驟 像卸妝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然後要把自己的臉 保濕清潔 然後保濕這樣子就OK了 其餘的你不做也OK啦 可是這兩個步驟一定要做好 然後一個月應該至少都要塗兩次的mask吧 就會先拿一個contin 那個棉花 然後就會把這個卸眼睛部分的這個 卸妝水放在棉花上面 然後就會開始把它放在眼睛上面 大概一個五秒鐘 然後把它打開 然後再把那個假睫毛貼下來 然後貼下來之後呢 就會開始 繼續用同樣的化妝棉 就是揉眼睛 輕輕地把它卸完 然後就會用cleansing milk cleansing milk呢 我把它習慣上 不用化妝棉 我都把它倒在手上 然後手上之後呢 就會把它就是插在不同的部分 然後就會開始 揉 把它揉均在點的那個部分 這樣子 揉了之後 感覺就好像在洗臉的感覺 然後揉了之後呢 我才會用化妝棉 把它一一的就是抹掉 抹掉了之後呢 就會用清水 清水這樣子 清洗 清洗了一輪之後呢 才會用cleanser的 那cleanser呢 習慣上就是不可以直接把它放在臉上 因為這樣是很刺激皮膚的 這些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啦 然後就在手上的時候呢 就把它抹去泡泡來 抹了之後呢 就把它點在不同的地方 然後呢 就會開始 上上 就是 向上 打圈圈的行 慢慢地揉 然後揉了之後呢 當然就把它清洗掉 就完了 謝謝大家